国大医院针对200多名活体肝脏捐献者 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几率低于10% 死亡率是0 至于受费者生存率也同接受 也同接受遗体器官捐献相近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29岁的萨克第八兰 两年前切除部分肝脏 捐献给素未谋面 患有胆道闭锁症的瑞亚 他说移植手术后三四个月 就可以重新上瑜伽课和玩排球 生活没有太多变化 卫生部的车 数据显示 遗体肝脏捐献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而活体肝脏捐献则更少 去年只有11起 国大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针对204名在1996年到2019年期间 进行活体肝脏捐献的人展开调查 发现在手术后六个月 出现并发症的少过一成 多数属于轻微的并发症 如需要服药或输血 新加坡是在1990年 进行第一次的遗体肝脏移植手术 那当时就是由国大医院来操刀 六年之后 他们展开第一次的活体肝脏移植手术 30多年下来 他们已经进行了453次的肝脏移植手术 那当中 遗体捐献和活体捐献各占约一半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玄报道